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早上,阿甲第25輪繼續進行 巨峰隊將主場迎戰泰拉利斯 巨峰隊近況糟糕,球隊狀態一塌糊塗 今次面對球勝深切的泰拉利斯 巨峰隊確實難有能力走出困境 自從5月初在南美球會杯分組賽遭遇和局開始 巨峰隊就陷入漫長的低迷棋 已經連續十四將各項賽事務一勝職 其中更有兩次遭遇4連敗 球隊狀態相當糟高 正是如此不堪的戰績 巨峰隊目前聯賽排名直線下 或置積分榜到數第二位 並與聯賽副班長沙蘭迪兵工廠只有一分差距 球隊目前背負起沉重的呼吸壓力 不僅如此,巨峰隊已經連續四將各項賽事 遭到對手零封無法取得入球 球隊進攻方面全面啞火 這個問題成為他們如今急需解決的頭等大事 今次面對戰意十足的泰拉利斯 巨峰隊確實無力洗腿 在過去四輪聯賽中 泰拉利斯僅得一勝兩合一負的平庸戰績 只是這樣的表現 他們目前只能手握45分排在積分榜次席 並被離頭陽河長逐漸拉大積分差距 如今雙方相差9分之多 這都意味著在接下來的比賽中 泰拉利斯必須重新振作回到正軌 重新向榜首位置發起衝擊 好在有利的是泰拉利斯擁有出色的作客能力 聯賽作客至今取得六勝三和兩副 成為阿甲作客表現第二好的隊伍 而在最近兩次聯賽作客出戰 D.華諾耶斯連續破門成為球隊一大兩點 他目前四個聯賽入球坤為作客所得 可見這位攻擊首線場作客破門 今次走訪陷入低迷的巨峰隊泰拉利斯取勝在望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